男孩在海边捡了个神秘的巨蛋 他偷偷带回家 拿着刀子小心翼翼的凿开了一个口子 这里面的东西竟然闪着蓝色光芒 男孩一脸惊奇的看着这颗怪蛋 他准备全部抛开看看 但这有时候老妈叫他去睡觉 男孩只好放下刀子跑了出去 但诡异的是他走了以后 这怪蛋竟然动了一下 当晚上下起了大雨 男孩听见几声奇怪的叫声 这时他又响起了那个怪蛋 他跑到杂物间却发现蛋碎了一地 地上还有粘稠的脚印 他装着胆子上前查看 突然一个奇怪的生物探出头来 他伸手去摸还差点就被咬到 男孩意识到他可能是饿了 于是就切了个土豆喂给他 小家伙看着眼前的男孩 就像是在感谢他一样 阿伟见这个小家伙挺可爱的 就决定收养他 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大壮 第二天一支部队闯进了家里 说是要征用他们家的房子住扎 阿伟只能把大壮藏在了杂物间 结果这小家伙的拆家能力太强了 别人他还能拆呢 见他什么蛮人都往下咽 阿伟意识到他可能是饿了 于是就找来一大桶菜叶 小家伙看见食物瞬间就扑了上去 不但一会儿就给吃得干干净净啊 见他那身上有点干燥 阿伟又端来一桶水倒了进去 大壮在里面使劲着扑腾 看来他是喜欢水的呀 晚上阿伟给大壮准备好食物后 却发现铁桶里空空如也 大壮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阿伟急得到处寻找 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而此时他正在大厅里闲逛呢 几个小时不见 他竟然长大了一圈 突然一只狗子盯上了他 大壮被吓得拼命逃跑 眼看着就要被狗子追上的时候 狗绳拉住了狗子 他这才逃过了一劫 看没过一会儿 阿伟就听到姐姐发出了惊叫声 他赶紧拦住姐姐 并给姐姐解释这是他的宠物 见大壮挺温顺的 姐姐也不再害怕了 还答应替他保守秘密 但大壮太饿了 一直叫个不停 这奇怪的声音很快就把杂工引来了 没有办法 姐弟俩只好说出了实情 杂工也答应替他们保守秘密 他还告诉两个人 这个小家伙很有可能 就是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 杂工见已经该放他回归自然 这天阿伟出去的时候忘了锁门 大壮又偷溜了出来 结果刚走没两步 又被狗子也盯上了 这回狗子没有拴绳子 在后面穷追不舍 房子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 把军方的晚宴搞砸后 大壮叼着一条鱼跑到了院子 伪装成一座雕像 这才骗过了狗子 接着他发现身后有一池塘的金鱼 立马兴奋的跳了进去 第二天找到大壮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小牛犊那么大 小男孩养了一只水怪当宠物 可这水怪生长速度太快了 一夜之间又长成了牛犊那么大 阿伟只好将他运到了海边 打算放回大自然 可大壮并不想离开 几次回头不舍的看着阿伟 直到杂工将土兜抛出 大壮这才本能的游进了湖里 阿伟见壮也赶紧跑回了家 这点两个酒鬼正在钓鱼 突然鱼钩被紧紧的咬住 男人刚准备用鱼网捞鱼 男人被吓得不轻 连忙给同伴说自己看见水怪了 可同伴根本就不信呢 还说喝酒的时候吃点花生米 但花年刚落 他们的小船就被拖着花行 瞬间就变成了快艇 最终他们切断鱼线这才得救 后来这水怪的消息就在小镇上传开了 阿伟知道后立即划着小船去找大壮 但湖面上风平浪静 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在这时阿伟感觉头顶有水落下来 抬头一看大壮已经长成了几十米高的怪物 他也不停地跟阿伟撒娇 并示意阿伟跳过来 阿伟一个起跳抓住了大壮的脖子 大壮轻轻一甩就把阿伟甩到了背上 接着大壮又带着他在水面上嬉戏 还带着他扎进湖里参观湖里的美景 但没多久阿伟就憋不出气了 他拍打大壮的身体示意他上去 大壮一个一跃露门就冲出了湖面 此时的阿伟开心得像个孩子呀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士兵路过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大壮架起了大炮准备活捉水怪 军队在湖边架起了大炮准备抓住这湖里的水怪 阿伟得知后连忙上前阻止 但一个小屁孩怎能阻止军官的指令 随着炮弹不断轰进湖里 大壮只能四处逃窜 到了晚上阿伟担心的来湖面寻找大壮 但大壮想起早上人类的攻击 立刻暴躁不安 便张开嘴要咬阿伟 幸亏是杂工及时出现救下了他 大壮仰天怒吼几声就潜入了水中 与此同时 白天没有抓住水怪的军队 又排出小船继续搜捕 突然大壮从他们身后窜出来 被吓坏的士兵连忙用枪射击 这一下更是激怒了大壮 他潜到水底 然后对准小船冲了过来 直接就把小船给掀翻了 阿伟在湖边看到这一幕 为了防止大壮伤人 他急忙向湖里走去阻止 但脚底也一滑 跌到了水里 危机时刻 大壮把士兵甩飞 然后一头扎进湖里 把阿伟给救了上来 很快阿伟就醒了过来 大壮也把脑袋操过来关心他 突然一个炮弹打在了湖面上 阿伟一边跑一边给大壮指引方向 他又跳到大壮的背上指挥 在阿伟的指挥下 他们轻松躲过了所有的炮弹 眼看着他们就要游进大海 部队一声令下 激起齿轮运作起来 一张巨大的铁网升了起来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阿伟让大壮自己逃生 并鼓励他去往大海 说完就游向妈妈的小船 见阿伟安全上船后 大壮潜入水底蓄力 一个逾越龙门压垮了天王 见他长空逃走了 阿伟高兴的欢呼起来 之后的日子里 阿伟每天都会来到山顶 在远处看看自己的好友 而大壮似乎也知道阿伟来看他 他大声吼叫 就像是在和阿伟打招呼 另一边两个酒鬼 天天幻想着当网红 于是就做了个模型 在湖边拍摄了水怪的照片 并且还上了报纸 这就是后来你似乎水怪的真相 多年以后 一个小男孩也在海边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蛋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也许小男孩的这个怪蛋 也会孵化出什么东西来